其實我們運作了兩個幾星期 我們都用以下圍本的方式來看用乘客的角度 看怎樣讓他們更好地適應到 我們9卡和12卡列車的運行運作 所以在初期的時候我們用12卡列車 去行這個繁忙時間即是8點至9點 都是想讓乘客更加容易去習慣 當我們看到乘客開始習慣的時候 亦都配合我們工程團隊的評估 將我們的新的列車慢慢投入 在繁忙時間裏面運作 聽過假衝突或負伴距離這些問題 其實你們掌握的情況現在有些什麽解決的方法 會不會說那個鑊可能就落在車上的身上 其實我想一般所有的一些新系統 投入服務都有一個磨合階段 我們很重視這個 亦都保持著跟我們同事 是有的關係 保持著去聽他們的聲音 還有去跟他們溝通的 那我也想重申 我們現在這些磨合情況出現 我們都會跟我們的承辦商 去看有些什麽盡快去做好我們的微調 還有優化的 那我也想再說 就是這些磨合的情況 是不會影響安全的 因為安全其實我們首要考慮來 東方東網 綻放光芒 東方報業集團同仁鞠躬 東方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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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